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到的时间 那其实药的知识非常的多 不太可能在这么短时间 告诉大家面对某些疾病 要做怎么样的治疗 但是我觉得有一些观念非常重要 那大家把这些观念掌握住了 那未来你在 不管你是照顾家人 或者你自己在面对疾病 在用药的时候 会有比较好的观念 我想这个知识是伴随各位一生的知识 所以希望今天各位有收获 所以今天大概分四个部分 跟各位分享 那第一个部分其实要跟大家谈的是 我们要先了解一下 各位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 就是台湾的这个医疗环境 大家要先知道 有一些基本的背景知识 大家知道自己 我们有时候讲说 身在福中不知福 那在这个福气当中 是不是有一些值得我们思考 跟警惕的内容 今天会跟大家分享 那再来就是会跟各位讲一些 大家常常在问的一些问题 也许各位在网路上 也会问这些问题 就是关于用药 常常会遇到的一些 你只要是用药 可能都会面对这样的问题 那透过这些小小的问题 我们再去想 到底这些疾病 我们应该如何面对疾病 尤其是以各位现在 都还很年轻的一个状况 你要怎么样对待你的身体 那如果你有小的毛病 你应该用什么态度去面对 那当然最后的根本就是 希望各位能够趁年轻的时候 建立好的生活习惯 那如果你有好的生活习惯 你后面 其实你就不需要 跟这些药物为伍了 那第一个 我们现在先讲说 大家先了解一下 我们自己所处的这个环境 我们知道台湾其实 台湾的一个奇迹之一 就是台湾的医疗 其实在世界上是 很多地方都被称赞的 我想各位如果说 你有亲戚在国外 或者你自己曾经 有在国外的经验 你大概就会知道 你都会听说 有很多的人侨胞 他们为了接受台湾的医疗 他宁愿坐飞机回来 做一些治疗 可能都比他在国外 治疗要便宜 所以我想大家都知道 这个事情 我们很多现在台湾 做的很多的国际医疗 其实它的价钱 我们举例 很多的手术或过程 其实它的价钱 跟美国是一样的数字 比如说 比如说做一个这个 我们讲说这个 蓝尾炎的手术好了 举例 这个数字不对 我只是举例 可能台湾是1万块 在美国也是1万块 但是美国是用美金算的 台湾是用台币 那很多的这个医疗 其实台湾都是 非常非常的便宜 而且它可能水准 还比国外要高 所以大家是处在 这样的一个环境 但是我们看一些数字 这个有所谓的 这个Health Care的Index 就是医疗保健指数 它里面谈的很多 大概就是 我们如果生病的时候 是不是很快的 能够得到治疗 很快的能够去看诊 检查等等 就是你医疗可净性 还有医疗资源 还有你的花费等等 其实台湾 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排第一名的 那另外一个指数 这个是英国 英国它有一些外派的人 它全世界派到国外 可能有上万人 它就从这些外派的人里面 去做问卷调查 说你派到世界各国 你要花多少的钱 然后去看病 声音不够吗 对 这声音好像不太够 换一个这个 然后那个 然后你的声音比较小 再麻烦 好 谢谢 好 就是说你外派的时候 你到了一个地方 你要花多少钱去 如果你有医疗的问题 你要花多少钱 然后等多少时间 结果各位看到台湾 我们看这两个轴 这个横轴讲的是 从低品质到高品质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从这个轴线 左边到右边的一些国家 比如说我们看到这边 像越南在这边 那比如说这个法国在这里 这个比利时在这 德国在这边 也就是日本在这 越往右边品质越高 那这个点呢 越往上越便宜 越往下越贵 比如说美国在这里 也就是说它的品质 大概中等 但是它要花费非常的高 那比如说这个是瑞士 它负担可能很高 可是它可能品质很好 那这边比如说巴西 它可能品质不怎么样 但是它要花很贵的钱 各位台湾在哪 其实已经标出来 在这里 台湾有很高的品质 而且有很低的价格 所以各位呢 其实是处在一个 这样子的环境里面 就是你如果要看病 很方便 那看诊也很方便 那个我们 我们在医院里面 那个病人 他只要在 他在领药的窗口 等了四分钟 五分钟 他就不耐烦 就投诉院长电子信箱 说我为什么等那么久 所以台湾 大家知道各位 我们台湾的健保 已经把我们的民众 胃口养得非常的大 他想用最低廉的价钱 得到最好的治疗 那这样子 其实不是一件好事 因为这是不正常的 你把这样的状态 放在全世界来看 我们在国外进修的时候 看得非常清楚 我们在国外 我们在看他的药局的运作 很多外国人看完诊 他就坐在那边 诊间外面等领药 他至少要等半个小时 他都觉得很正常 因为他要等这个作业 但是我们台湾的民众 却现在是这样子 你看诊多等一点时间 领药多等一点时间 就受不了 所以这个是很奇妙的一个 就是我们台湾的健保 把民众的胃口 养到不太正常 我们再看 所以我们的医疗照护的水准 其实是相当的高的 但是各位看一下 健康水准 只到34到45名 这个是两三年前 这个LAMSET 一个非常有名的医学期刊 上面 它对 它是实际上 不是看你医疗可净性 不是看你容不容易看诊 花费多少 它是看各种疾病 还有各种公卫 比如说这个出生的 孩童的死亡率 还有一些 比如说这个得肺结核的预防等等 它是从很多 包括预防医学的角度 还有各种慢性疾病的死亡率等等 综合评比 台湾其实如果真的从健康水准来看 其实没有那么好 那曾经有人就质疑说 这个数字应该 因为35名是美国 那认为我们应该比美国好一点 但是也都不是那么好 如果我们从前面刚才看到的index 看起来医疗可净性 就是看医生很便宜 很方便这件事情 台湾绝对是第一名 但是真正落实到我们人民 是不是真的很健康的这件事 就不是这么前面了 那为什么 我们看到医病关系 贪犯化 这什么意思 就是你去看诊 像逛贪犯一样 就是各位看过国外的影集 或者你到国外就知道 你要约诊 你可能要等很久 你要等一个月 或者等三个月 你才能看诊 可是你看诊的时候 医生可能就一个小时给你 或很长的时间 好好的了解你的情况 然后给你做最完整的一些指导 跟治疗 但是花费会非常多 你也等很久 可是台湾是怎么样 就是你今天突然想到 哪里不输 我要去挂个号 你就去挂号 就挂得到 然后很快 医生可能低着头 没有 等于是没看你一眼 他把药都开好了 所以台湾的状况 就是一个医生 可能一个诊 一个早上要看一百多个人 然后很多的医生 因为他的诊太热门 所以他原来是半天的诊 都要用一整天来把他看完 各位知道在医院里面 还有一些医师 他可能下午的诊 看到夜里 看到两三点 三四点的都有 大家相信吗 这都是真正发生的状况 所以这个是台湾 非常奇妙的 这种医疗的 奇妙的现象 那就是这些现象 看医生很方便 但是其实我们人不够健康 那我们说经常性的医疗支出 这个非常重要 就是我们整个国家 到底在这样子的人口比例 我们投入了多少资源 在照顾病人 那其实 我们只占了这个 国民生产毛额 GDP的6.1% 其他的国家 美国 英国 日本 大概都是10%以上 也就是我们把我们 我们的钱 到底放在各位 放在全民的健康 还有医疗上面的比例 其实是非常低的 但是因为 这个低的状况 很可惜 是因为 不管任何的党派执政 都一样 他现在用这么低的价钱 获得这个世界上的 这个美名 他就很难 再把其他的资源挪移在这个地方 比如说最近 我们等一下会讲到 最近说要提高部分负担 各位不晓得知不知道这个意思 就是说你看病的时候 应该要多付一点钱 这件事情 这个其实是理所当然 在台湾其实医疗费已经太低了 但是我讲的就是 因为我们人 如果说你一个制度 把人的贪心跟人不知足的 这个习惯养成的时候 是很难再回去的 就我们讲说 由奢入奸难 由奢入奢意 就是你长期以来就是 花很低的钱看病 你现在要多花一点点 你就觉得不好 那就很多的团体 很多的人 那当然执政者担心选票会影响 所以没有任何的颜色的人执政 都不敢做这件事 所以这件事 就越来越扭曲 越来越严重 所以健保现在其实已经到了 因为他是到了 快要破产 不得不调整财务 这个部分要跟各位说明 那这个结构里面 也有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健保的预算 非常的高 其实已经快到8000亿了 这个每年都在上升 但是其中所谓预防保健的预算 不到100亿 不到这个才几分之几 各位看是75分之一 就是非常非常低 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花非常多的钱在治疗 以病之病 但是未病之病的治疗的投资没有 也就是像 我们想象这个地方是一个悬崖 底下的悬崖 这上面是 这是一个宽阔的草地 旁边是悬崖 那比如说我们在这边养了很多羊 那这个羊呢 我们就要想办法让它 如果这个羊跑到这边掉到悬崖底下 它没有死掉 它摔断腿 你用很好的医疗设施 在这边治疗这些羊 你用最厉害的这个骨科医师 帮它接骨 把它治疗好 那请问你 是不是你只要简单的在这个地方 设下栏杆 它就不会摔下来了 那我们现在的预防医疗的概念 其实就是这样 如果说我们政府能投资更多的钱 其实不用很多 就是一定的比例 教导我们过健康的生活 那不要让大家一直都往悬崖下跳 这才是正确的策略 但是很可惜 这个比例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还有各种制度面的限制 所以其实大家还是往悬崖下跳 跳到下面去 然后说底下有好多的医院 有全世界最一流的治疗的医生 在悬崖底下 告诉你得了慢性病 各式各样的疾病 癌症 我们有最好的药 全世界新的药都在这 你尽量用吧 现在就是这样的情况 为什么不在这个悬崖旁边 把栏杆设好 让大家不要往下面走 所以其实今天的课程 某种程度 也是希望能够大家透过观念 能把各位这个无形的栏杆建立起来 所以我们讲说 现在台湾的健保 叫做健保 其实不叫健保 对岸的中国大陆还比较实在一点 它都叫医疗 它都叫医保 其实我们完全叫医保 我们根本就没有健康的成分 它只是你得病了 怎么样让你在疾病治疗上得到治疗 但是并没有健康的意义在里面 所以这是我觉得比较可惜的地方 那这边就给各位看 这个是钱 七八千亿的钱 到底用在哪里 各位看 这个药费 在这边 药费 总药费 一千八百六十一 亿 里面包括门诊 慢性病 住院等等 就是我们的药费 已经占得非常高 比世界其他国家 药费的比例占得高很多 也就是 台湾虽然医疗资源 就是健保资源有限 可是里面却 很高的比例 又比别的国家的比例高 用在哪里 用在吃药 所以台湾的人吃药特别容易 吃得特别多 吃得特别方便 那这就衍生了很多问题 因为 也就是今天这个课程 要跟大家讲的 就是大家很容易拿到药 但是如果说你对这个药 没有正确的观念 你以为拿到药 就获得健康 就获得正确的治疗 这个是我们不能说错误 但是它绝对不是完全正确的 而是药物只是治疗的一个部分而已 它并不是你获得健康的一个解答 它只是一种 我们只能讲说 这个非常时期的 非常手段 所以这个药也是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讲说在 现在要有一个省思 就是虽然台湾有健保的奇迹 但是实质上我们要 要反省的是什么 第一个就是预防保健的概念没有 那我们当然在座的各位 我们的生命是我们自己经营的 我们不可能什么事情要等政府 那你就 那就没救了 你一定要靠自己 你自己要有这个观念 那这个制度面 当然是希望是能够落实健康保险 而不是医疗保险 那第三个重点就是部分负担 那我想各位都是新一代的年轻人 未来其实这个国家社会 是要靠各位的 所以各位一定要有正确的观念 像现在的这个部分负担 要提升的这件事 其实如果民众有一定的 一定的这个知识 跟正常的知识 他就应该要支持 这个部分负担的提高 因为只有让使用者付费 你才会不会浪费 否则的话 为什么我们等一下会讲 我们这个浪费的药 其实是成顿的在丢的 就是开了这么多药出去 花了这么多钱 但是事实上 很多是没有吃进去的 都是丢掉的 所以一定要透过部分负担 因为这是人性 如果说很多东西 你不用钱的话 其实你是不会珍惜的 那其实用很小的钱 就可以喝足 很多人性上这种贪得无厌 贪婪的东西 因为这个贪婪的东西 不是谁特别贪心 而是你我都有这个东西在 因为这是人性 就是你免费的东西 大多数的人总是不珍惜的 那另外就是药价低 还有药费过高 药费比例过高 这个刚才讲过 药价低也是一个原因 那为什么药价会低 就是因为你健保资源这么少 各位我大概每两个月 会去健保署开会 讨论哪些药应该纳入健保 哪些药不可以纳入健保 那这个新药 这个药厂 它一定要在发展新药 因为发展新药 它可以赚钱 这是药厂存在的价值跟目的 药厂绝对不是为救人而存在的 它是为了盈利 为了赚钱而存在 那各位知道现在的药 有一些药要1000万 甚至6000万 有一些基因治疗 这个都已经是上市 而且台湾已经有许可 就是如果你有些人得了 某些罕见疾病 它一年的花费 要6000万一个人 那各位想想看 这些药健保给付了 就是当然这是 我们不是说 它不该给付给谁 而是说它的花费 真的非常非常高的 所以各位知道 这个药那么贵 当然这个就是药厂发展的过程 它要反映它的成本 它还要赚钱 它还要有利润 所以就会有这么贵的治疗出现 那但是健保的钱不够 所以它只好压这个药价 所以各位应该有听过 有一些药 各位知道 我们等一下也会讲 这个药是怎么做出来的 这个药是经过很多的 非常专业的流程 做出来一颗一颗的 它比那个小朋友 去糖果店买的糖果 还要便宜 所以这个 我们的医疗有很多乱象 就是医生通病人的血管 比如说他帮人家做导管 他比那个水电工 帮人家通水管还要便宜 这个都不是笑话 这都是真的 然后我们说一颗药比糖果还要便宜 这也是真的 所以这个都是现在健保制度下 健保资源不够的一个乱象 这个让各位知道 那当然就是我刚才讲的 有过度使用药物 药物比例 占这个健保的比例这么高 然后大家又乱丢 根本就没有珍惜 这个都是整个制度 期待改善的地方 那所以我这边就讲 这个每年废弃药品 成顿的在丢 这个其实在台北市 全国可能都很多的药师工会 都有这样的计划 就是在检收药品 就是很多的病人 他的可能长辈过世 或者是他在整理家里的时候 就整包非常大包的药 就往这个药局丢 就是说这个不要了 或者长辈过世了 所以家里清出来一大堆的药 我想各位 如果你回家去看看 你的阿公阿嬷 或者你爸妈 他们如果真的有慢性病 他可能都已经 都有累积一些药在身边 那这个原因 大概非常大的原因 就是因为 其实你没有 如果没有吃 其实应该反映给医师 医师不用一直开 可是我们通常 我们的这种 摊贩式的医疗文化 医生根本就没有时间 问你药有没有吃 你也没有时间跟他反映 这些药我都没有吃 可能连这种对话的机会都没有 所以就拼命地开药 然后大家就拿了 反正因为不用钱 所以拿了也没感觉 拿了反正我不吃 我留着 我也觉得我这次看诊 好像有收获的感觉 所以这个都是 很不正常的一个现象 但是却是现实 所以就丢了乱七八糟 到处丢 各种方式 处理不当 有些人就直接 丢在这个一般的垃圾里面 或者冲到马桶里 甚至转送清油 那更严重 这些状况 各式各样的药都有 那这个乱丢就算了 那它还制造了环境的污染 所以台湾的河川 除了因为很多是动物用的药 因为动物用的药 大概普遍都有用 那用完以后就是 透过它的排泄物 就排入了我们的环境 那当然还有很大的比例 是因为我们一般民众乱丢药品 冲到下水道去 就污染了我们整个水源 所以我们其实从过去的一些资料里面 就看到我们河流里面 其实都可以剪出这些药品 那这些药都是在 如果跟国外的这些河川比起来 都还有上千倍的浓度的状况 所以这个是非常糟糕的 不但浪费药 而且还污染环境 所以我们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说 请各位同学要知道 你这个药呢 就算你不吃 不是你啦 就是如果我们可以影响我们的家人 不吃也不能乱丢 那因为我们现在台湾的废弃物处理 基本上90%以上 都是用焚烧的方式 所以其实是可以透过垃圾 就是丢在垃圾桶里面 但是我们虽然讲说 丢垃圾桶不太对 但是如果你们家没有小朋友 或者你丢垃圾的过程 不会被人家误用的话 其实是没有关系的 但是我们是想说 通常是最好有经过一些处理 也就是你把药丢掉的时候 不会被有心人看到 还会捡起来 因为各位知道有一些药 它是管制药 或者一些特殊状况才拿得到的药 那有人可能就从你丢掉的药里面 去做非法的行为 所以丢药这件事也不能随便 所以通常会讲说 你可能先把它破坏掉 比如说把它的包装破坏 或者是用你的喝过的茶叶 或者咖啡渣把它混合 也就是说 它变成不能再重复使用的状态 如果你整包丢 它是完整的包装 那有人就捡起来拿去做别的事情 所以在丢弃的时候 稍微处理一下 就不会有这些事情发生 那这个是跟各位分享的一个观念 好那再来我们看 医疗中潜藏的哪些用药的问题 那这个是我们在医院里面 不管在医院诊所或各层级的医疗机构 它的整个过程 各位看 从药品从制造开始到补给 到采购到医院 那医院经过一个机制决定 医院要进什么药 然后送到库房 然后我们建立处方系统 让医师开处方 然后医师开处方 开完以后 药师会确认这个处方的正确性 然后做调配 再发给病人或发给护理师 护理师再去住院病人 由护理师给药 那如果说是门诊病人 就自己去吃药 吃完以后呢 还有追踪的机制 这整个过程 就是在药治疗的过程 但是这所有的过程 都可能会出错 一旦出错的时候 那是谁倒霉 当然是病人倒霉 就是吃药的人 会承受那个错误的后果 所以我们看一下 刚才我们讲到 用药各环节 所有人人非圣贤 孰能无过 就是即使是最聪明的 我们知道这个各位 如果你有医生的朋友 或者你们的同学 有人现在当医生的 我想他大概都是当年 可能是你们学校 或者你们整个学校 你们班 大概他都是第一名的人 他才可能有机会 到医学院 经过这些过程 变成医师 因为他们都是 头脑非常聪明的人 但头脑聪明的人 不会出错吗 当然会出错 因为我讲过 人非圣贤 孰能无过 他在聪明 他都有不周到的地方 他都有累的时候 他都有疏忽的时候 所以医师呢 开的处方 大概也会7到9% 是有问题的 就是10个处方 10个药里面 可能有一个药 是有问题的 那倒不是他完全错误 他可能有一些是量不够到位 他可能不应该开这么大的量 也许这个病人 肾功能不好 他应该要调整剂量 他忘记这件事了 那他忘记这件事呢 也许药师就会发现说 这个病人肾功能已经不好 你好像不应该开这么大的量 那这是一种样态 那当然也有开错的 就是这个病人没有这个病 因为点错或者是弄错 开错药的都会发生 所以医师的处方可能有问题 药师也可能弄错 就是放错药 这个可能各位新闻事件都看过 就是A药给到病人给成B药 这种状况 那还有就是护理 护理给药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问题 其实很多是进行不对 我们等一下也会讲 就是这个药根本不能磨的 也不能捣碎的 可是他就是比如说 老先生小朋友 那医生也没有足够的知识 知道说有些药是不能磨粉 他就照磨照把它捣碎 反正因为老人没办法吞 就把它全部弄碎 结果一弄碎这个药 其实已经被破坏了 根本就吃药等于白吃了 那这个有很高的比例 是这种的错误 当然也可能给错病人的 这些都有发生 再来就是病人 病人自己也会制造问题 不该吃的 自己觉得自己不太舒服 多吃一颗 那这种情况都有 就是各位大概知道 就是病人自己决定 他要做什么治疗 他对这个药品不了解 可是他就照自己的方式 来用药 那这个各环节 只要有问题 最后制造的 就是病人要自己去承担 就是吃药的那个人 他要承担这些 所有错误的后果 那我这边弄了一架 这个失事的飞机 这个不是恶物战争 这个是我们讲说 一般飞机失事的现场 飞机失事这种客机 747大概就300人满座 那我要讲的是什么 就是 各位知道 其实每天 因为要副作用死掉的人 就像每天都有一架飞机 坠毁一样的数字 只是说你们可能不知道 如果我们今天说 真的有一架飞机坠毁 都会上新闻 可是现在每天发生的这些 因为药物而死亡 因为副作用而死亡的 这个已经不是新鲜事了 所以不会有新闻 那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 其实这个是非常权威的 美国医学会期刊 在 这个已经 大概已经是 20多年前做的研究 就看到这样的事实 就是 因为每年大概有10万人 因为副作用死亡 住院死亡 那你10万除以365天 一天大概就是300人 那当然这个是 付出非常大的代价的 所以我们这边就可以讲说 一开始要给各位的观念 其实就是 你不要把药想成 药可能是你的朋友 但是它可能会带给你 很多的问题 我们要重新 把药正确地看待这个东西 因为你只要不当地使用 它其实就是毒 再好的药都会变成毒 那所以我们讲说批霜 批霜大家都知道 是我们看小说 或者是 自古以来 我们就知道批霜是毒药 但是各位知道批霜 你好好的用它 它可以治病的 现在有一种 type的白血病 就是血癌的一种 其实批霜 三氧化而生 是非常有效的治疗药物 所以我们世间存在的各种物质 你只要好好的利用它 用对量 用对时间 用对人事实地物 它就是好的东西 再奇妙的灵药 你只要用错了人事实地物 它就变成是毒了 所以各位就知道 你说一个很好的药 你就把它当作是好的东西 不是的 你要配合人事实地物 所有的这些条件都要具足 它才会变成帮助病人的东西 所以药或毒 就是你要正确地使用 你不要以为好的药 就不会害死人 这个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在讲 这边就简单地总结一下 第一个就是 是不是有副作用的药 不能吃 那当然不是 因为所有的药 你把它的说明书摊开来看 你可能很多人看了 那个说明书以后 就不敢吃药了 那这当然是没有必要 因为这个是读书读一半 没有看完全部 因为所有的副作用都有发生率 所以并不是 有些副作用看起来很严重 但是它是十万人 只有一个人会发生的 所以它发生在你身上的几率 其实是非常非常低的 所以所有的药都会有副作用 这个是必然的 但是有副作用药就不能吃 当然不是 那药品的好坏绝对不是副作用 它也是治疗中的必要之恶 任何的药物只要有效 它一定有副作用 所以你如果看到任何的人 跟你说明或者广告说 绝无副作用 那如果你听到绝无副作用 它其实真正告诉你的是什么 绝对无效 因为绝无副作用的药 就是绝对无效 它才会绝无副作用 所以没有这种东西 不存在于绝无副作用的药品 那它也是治疗中的必要之恶 就是因为我刚才就讲 披霜都可以治病 意思是说你要用对人是实地物 它才是正确的 所以用药治疗是 全衡对病人厉害之后的决定 所以现在为什么那么强调 所谓的shared decision making 也就是病人跟医生 要一起做治疗的决定 这个是现代医疗进步的观念 也是应该有的观念 意思是什么 因为现在早就过了那个时代了 就是医生讲什么 病人就做什么 早就那个渔民的时代已经过了 因为现在资讯这么发达 那个医生讲了半天 回家Google一下 甚至看病之前都已经Google完了 大概知道自己的治疗范围在哪里 所以医生 他是不可能一手遮天的 在过去 那个医疗黑盒子的时代 医生讲什么都不行 以前我们甚至在药袋 就是发给病人的药袋上 多写一些作用副作用 我记得那时候刚到医院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的医器部主任 都还跑来我们这个药剂部 找我们的主任说 你这副作用不能写 你这写上去 病人就不吃药了 怎么办 就是那个时代还有这种想法 但是现在绝对不可能 现在所有资讯都透明的 你最新的药 你在网络上Google 一大堆的资料出来 所以医生一手遮天的时代 早就过去了 所以他一定要很清楚地告诉病人 做这个决定 是有什么利跟弊 然后病人自己要参与这个决定 你如果没有参与这个决定 你就认为这件事与有无关 那你就不会乖乖地吃药 这个就是一个 当你理解以后 你知道我吃药的目的是什么 吃药在我走向健康的过程里 它扮演什么角色 当它很清楚的时候 它一定会乖乖地吃药 当它不清楚的时候 它跳掉或者乱吃 这都是很正常的 所以这个也让各位知道 这个吃药是有很多要学习的内容 那当然就是这个是德跟施的取舍 那我们说吃药前要了解哪些资讯 各位看一下 这个这是我们医院的药带 那我跟各位讲 药带非常非常重要 药带是民众 一般人保护自己 在治疗上最后一道防线 要怎么讲 就是各位看到这上面 密密麻麻的内容 各位想一下 就是你 如果是你自己或者你的亲人 他在吃药的时候 各位 有时候你吃错一个药 命就没了 那吃药这件事 怎么可以不慎重呢 你怎么知道 这里面放的药是不是对的 你有没有哪一天自己很倒霉 就是那个药师前一天熬夜 或者跟人家吵架 就是刚好在配你药的时候 散神就是给你放错 那你也傻傻的不知道 你就吃了 那就是变成住院或者没了命 那所以呢 病人自己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如果当你变成你要吃药的时候 你对你的药物的正确性 是有责任的 那所以现代的医疗 就是透过这个药袋 那我要讲这个药袋 其实里面有非常多的重要资讯 比如说姓名不用讲 这个人一定要对 因为我们也看过 发错给病人 结果病人也不看 那上面名字根本不是他 他就拿来吃 也有这种人 那这个 所以名字一定要看是自己 然后这个要怎么吃 每天吃几次 药名是什么 这个一定要知道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外观 这个就非常重要 因为外观如果说真的里面弄错了 你就可以从 透过外观发现 这个不是我该吃的东西 为什么是这个 那请问各位 如果你去诊所看病的时候 现在的诊所都怎么样 就是给你包成一包 然后给你一张小小的单子上面写 ABCDE无种药 你怎么知道 他给的跟他写的是一样的 其实你是无从确认的 所以你只能相信这个诊所不会 你只能相信你有福气 然后这个诊所水准非常高 不会搞错 否则的话你在这个过程 你可能都担负着非常大的风险 所以这个部分 跟各位说明的就是 这个外观标记非常的重要 还有临床用途也很重要 我们就发生过 就是医师可能 开药的时候开错 就是药名太像 他开错 那发药的药师 因为他可能 这个量很大 他也没时间确认 结果有个病人 他可能是一般的高血压 可是他发现他的药 为什么上面写是治疗 某一种的癌症 他奇怪 我又没有这个病 我为什么医生会开这个药给我 那这个时候 就是因为他在这个地方 临床用途看到了 发现说 我没有这个病 我现在看的诊 也不是这个科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药 那他就会提出质疑 当他质疑的时候 才发现 原来是开错药的 所以这个地方 也很重要 就是你要知道 这个药是做什么用的 还有这个用药 须知也是 我们知道很多的药 其实会造成 那个 就是 你的精神会不好 会 比如说会想睡觉 等等 那很多的药 像 很多的感冒药 因为他里面有抗组织胺的成分 所以就会让人这个精神不好 那如果今天你是 你的职业是驾驶 你要开长途的车 或者你是机械的操作员 你要操作那种危险性的机械 那你因为感冒 你觉得感冒鼻塞 精神不好 那我赶快吃一个感冒药 让我这个感冒好一点 可以提升我工作效率 结果你吃了药以后 反而 造成你这个 想睡觉 的这种状况 那这就很严重 所以 所以这个药呢 在用药须知上 就会告诉你 这个药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 那你如果是 有会 你的工作 会需要你专注的话 可能会受到影响 所以这些 都是很重要的内容 那甚至底下这边 有副作用的地方 也是一样 因为这个副作用呢 它有一定的 发生的比率 所以 在我们的医院的药袋 大家花了非常多的时间 把这个 把这个资料库建立起来 那目的呢 就是 其实也是教导 吃药的人要知道 这些副作用都是正常 而且它是有 比例的 那 那所以这边也是提醒大家 其实我们今天 讲的这些 你不太可能 就是 学到所有的知识 像我们 到现在 在 在这个医药界 三四十年的时间 我们都 不断地 有新知出来 冲击 也都是我们 不会的 全新的内容 何况是 各位如果说 你不是这个领域的 你怎么可能 在很短的时间 了解这些内容 可是没有关系 就是 但是你要保持一颗 警觉跟怀疑 还有自我保护的态度 当你不了解的时候 其实有非常多的管道 好 第一个管道就是 发给你 药的 这个 药师 它是有责任 要让你清楚 这些内容 好 那我们当然讲 医师也是 就是你只要找得到 那所有的 不管你在诊所 在医院看病 上面一定都有 这个咨询的电话 只要有任何的疑虑 就打电话去问 一定 因为你多问 总比你 稀里糊涂的 把药吃错要好 因为有时候 你问的问题 很可能是 你避免了一个错误 所以这个 各位知道 因为这个药 是吃下去的东西 这不是开玩笑的事情 所以这个 要有这些观念 所以 这边有一些电话 可以给各位做 参考 通常我们是建议 各位在哪里 领药就 打电话 问哪里 会比较好 为什么 因为 它会有你的病例 它知道你的状况 比如说你现在 所有的问题 都打到我们 台北荣总的 咨询中心 那我们的 这个值班的 药师 一定会先问你 你的病例好 因为有时候呢 你如果在别的 你在台大医院看 你要打电话 来问荣总 你就有点 有点这个 奇怪吗 因为 你的病例在台大医院 你跑来问荣总药 就比较奇怪 因为我们有时候 病人问的问题 不是他真正要问的问题 所以通常 我们会去对应 这个病人的病例 知道他真实的状态 才能给他 最合适的答案 否则的话 有时候病人 他会选择性的 去问一些问题 然后片面性的解读 反而在这个过程里面 不但没有解决问题 反而制造更多的问题 所以这个是要让大家了解的 好 那这边呢 这个就是 这个川普总统 虽然已经下台 可是好像又快要上台了 就是他还是在继续 影响全世界 当年他当总统的时候 讲过 美国的成瘾性止痛药 滥用的乱象 已经成为美国的灾难 跟耻辱 我们以为美国非常先进 事实上我们从这个例子 来看一下 止痛在整个 整个的医疗 其实现在台湾也在推 所谓的无痛医院 就是 甚至说人有免于疼痛的权利 把它当作人 除了这个什么呼吸心跳以外 这个疼痛 也是一个人权 就是人不应该痛 那各位知道 这种想法跟概念 都是这些药厂想出来的 因为他要promote 他的止痛药的使用 所以免疫疼痛 是人权居然变成 还有甚至在有一些评鉴里面 也把它摆在里面 这个 我不是在批评这个东西 而是 这个东西 这个大家自己心里有一把尺 去判断这件事情 那 这个美国这个鸦片危机 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就是 他们有一些药厂 发展了出一些止痛药 效果很好 但是呢 他的行销手法非常的 恶劣 就是也不能说恶劣 他只是利用人性的贪婪 他不只是 他利用专业的人 也有贪婪的地方 比如说他跟这些医师 还有这个社区的 有权利 这个帮病人重新 开这个回田 refill 因为美国有这个 refill的制度 的药师讲说 你们只要帮我开这个药 或者 我就会回馈 回馈一些利润给你们 或者你的药 开力 开到某个程度 就有什么奖金 类似这样的制度 在让 这些医疗专业的人 多开这些止痛药 反正他开这个药呢 反正病人是止痛 他也没有什么 罪过 这个叫做 解除别人的疼痛 他觉得 然后自己又有利润 但是呢 这些止痛药 其实都被拿去滥用 因为他只要用到一个程度 他会成瘾 甚至会产生 幻觉等等 甚至有人就是会产生 很多异常的行为 所以这个在美国 造成非常大的乱象 当时美国一年 大概有六万四千人 因为止痛药过量而死亡 那这个就是背后是药厂 不当的行销策略 然后这边是药厂 以盈利为目的的本质 还有专业被操控 跟姑息 我们从国外请来 国外的这个治疗学专家 他自己都跟我们坦诚 当年 当年说某些药 在刚上市的时候 药厂就会招待说 到一个风景明媚的地方 去上课 教他们怎么 针对病人的 不同阶段的止痛 这个药要怎么用 可是他就跟我讲 他说当时他上这个课 总是觉得好像不太完整 就是有些地方好像没有讲 他没有讲的是什么 就是他没有教这些专业的人 怎么样把药量控制下来 他只是什么情况要开 但是他没有讲什么时候要降 因为他不讲这个 因为他教你怎么降 他的量就上不去 所以这个就是药厂的操作 所以他的结果就造成刚刚写的这些内容 这就是很严重 不过台湾还好 因为台湾对这些药的管制相对严格 美国就是因为太过自由 各位 我没有秀出一张画面 他有一些药局里面 整面墙 整个墙面全部都是止痛药 让你任君挑选 非常的可怕 所以我们引用法国大革命的 记得应该是罗曼讲 他不是说自由 自由多少罪恶假辱之名 那我这边要讲的就是药 有多少的罪恶假药之名 而行 那接着跟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个 这个是疫苗 就是我们在疫情刚开始的时候 很多人对疫苗有一些疑虑 那我们就在网络上 有看到这些歪嘴血眼的 就是打了疫苗会变这样 后来发现是什么 其实这个画面是 栽自美国的某一个 神经医学的中心的网站 它上面讲的是某些 神经异常的疾病造成 跟这个疫苗一点关系都没有 各位就知道 因为现在假消息太多了 所以这个是当时疫苗的一个假消息 那我们处在现在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 其实怎么样分辨资讯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各位 你去Google的时候 你Google出来的东西 你到底可以相信它吗 我们要有什么基本的判断基准呢 现在叫做infodemic 就是不时讯息大流行 这个越来越严重 包括恶物战争里面 很多的资讯 甚至各位讲说 你看CNN是美国非常重要的媒体 里面它的资讯都未必是真的 它里面都带着美国的观念 因为各位知道 很多的世界上不同的地方 解读一个新闻 其实有非常多的面向 其实不用讲这么远 你讲台湾的媒体就可以 你看不同的新闻的电视台 对同样一件事报道的角度 就可能截然不同了 何况是这个背后 有很多国家利益操控的背后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 被这些媒体操控的人 他要为什么资讯给你 他要把同样一件事 讲成什么样子 其实你是会被操控的 所以比较聪明的方法 当然就是你要多看立场 不同的电视台对一件事情的判断 那同样的道理 这些医疗资讯也是一样 它有一些可以去处理的方法 像这个很多 现在很多健康资讯 其实都会传冲刺 就是各位可能尤其是 我们说长辈之间 很喜欢传这种东西 那里面很多都是误传的资讯 甚至有十几年前误传的资讯 重新流行起来 又在传 就是以而传而的东西 非常非常多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判断呢 这个美国也有一些 就台湾有这个事实查核中心 这个也是一样 这个事实查核中心本身 有它的功能 但是你也不能完全相信它 因为它 你也要了解它背后有没有立场 各位知道 因为现在很多事情就是 只要涉及到利益 只要跟政治扯上关系 它背后都不是那么单纯 所以虽然有这个查核中心 你还是要抱持 不能被它完全左右的态度 很多东西要多方面的去看 美国也有这种中心 全世界都有 所以我们怎么解读医药讯息 那比较好的就是你要看到这些特征 就是它的讯息来源到底是哪里 比如说这边有 government organization跟education 这个就是政府单位 或者是一些组织 或者是一些教育单位 因为这些它基本上是非盈利单位 它的讯息背后的目的会比较 纯正 所以相对的会比较好一些 我只能说相对 不是绝对的 EDU可能更好 现在ORG GOV 算了不要讲太多 这个网站是否盈利非常重要 如果说它是.com的网站 通常它背后有经营的目的 除非它这个.com是 它有一定的reputation 然后它是专门以 这个释放这些专业讯息 它有它的这个口碑的 那你自己要去判断 通常盈利的网站都有它的目的 那我们刚才讲说 宣称全面的效果 或者神奇疗效 这个通常都有问题 因为跟各位报告 其实通常没有这样的东西存在 宣称绝无副作用 就刚才跟各位讲 绝无副作用就是绝对无效的保证 那是否以见证者方式 这个也是都可能是假的 弄一个照片 说它是什么地方的什么人的见证 那除非它留它的电话给你 让你去跟它求证 否则的话 这大部分都是假的 好 那这个刚才讲过 那我们接着再给各位一些资讯 就是本国的药品 这个是大家基本要知道的 分成哪几类 我其实有准备 那个也该帮各位提神一下 因为有些同学已经进入梦乡了 想问一下 有没有人知道本国药品分几类 有没有人要回答看看 我们有准备那个纪念品 有没有人要说说看 大家知不知道我们的药品分成几类 我先把我准备的东西拿出来 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 但是就是好玩 就是看看大家有没有 有没有人要讲讲看 你们 请 同学请 陈药 处方药跟管制药 陈药 处方药跟管制药 要修正一下 不过你愿意第一个发言 我就觉得值得鼓励 送你一个 同学讲陈药 处方药 这个是有的 但是另外一个 请 好 你不是Google的吧 没有错 就是陈药 处方药跟指示药 这是对的 来 没有关系 那我们就分成三类 各位看一下 就是三种 处方药 指示药跟陈药 处方药就是只有医生能开 因为它安全性比较低 也就是开这个药 你要顾虑非常多的事情 你不能随便的去用 等于是各位知道 医师透过医学院 现在已经变六年 六年的训练 然后经过总医师 他经过非常长时间的养成教育 他才有资格开处方给病人 那各位想想看 我们没有受过 如果没有受过这样的教育 我们凭什么 大胆的去用这些东西 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处方药的意思就是 它没有那么安全 而且他不得对大众宣传广告 这个是台湾的规定 那美国就随便 它商业的社会 你处方药都可以在电视上广告 但是反过来 你看完这个电视广告 处方药 你接着就会看到 有律师的广告 就是律师广告说 如果你这个医生开什么药 造成损害 请你来找我 我会帮你告这个医师 让你得到这个平反 这个是伟大的美国的乱象 所以处方药 大家有概念是这样子 但是台湾的处方药 其实它还是有一个广告的管道 就是对医师它是可以广告的 它可以在医学会里面 或者医师看的刊物里面 它是可以广告的 它不是完全不能广告 因为那些刊物 一般人不会去看 也看不懂 所以它广告的对象 是大众是不可以的 那只是要就是相对安全的 就是你可以到药庄店药局 跟那个药师讲说 你要用什么 那他就从他的背后拿给你 那不是开架式 不是你自己可以去选购的 那尘药就是 所有人都可以去拿 那这些东西通常就是安全性很高 你就算误用也无伤大雅 很多都是外用的一些东西 但是要跟大家讲说 尘药也没有完全安全 比如说我们说尘药里面有一些 比较弱效的止痛药 像一些大家耳熟能想像 普拿藤 普拿藤是一个品牌 它里面其实有各式各样的产品 大概有八九种以上 那这只是一个牌子 那它里面有些药是 尘药指示药 那它如果剂量高一点 可能就变成指示药或处方药 那这些药 虽然它是尘药 可是如果这个病人 他有其他的重大疾病 他有在用别的药的时候 那比如说他用的药 如果本身的治疗 就是危险性比较高的药 比如说有些人 他因为心脏的问题 他有制换 做这个机械性的半膜治患 他可能就终身要吃 这个抗凝血的药 或者他有心 这个叫做心防战动的问题 某种形式的心理不整 他可能就要吃 这些抗凝血的药 那这些人 如果他在吃尘药的时候 其实就没有那么安全 所以各位不要以为 尘药是百分之百安全 那当吃尘药的人 如果同时有吃其他处方药的时候 他还是要很小心的 所以有遇到这种情境的时候 不管是你或者你的家人 你可能就多问一些 多问一下医师 或者多问一下药师 说要注意什么事情 那还有一个就是喝酒这件事 因为现在年轻人 很多人很喜欢喝酒 不晓得为什么 就是因为大概是广告的关系 很多人聚会 就是要喝含酒精的饮料 好像这样子会比较嗨 那各位知道 为什么会比较嗨 就是因为酒精本身的作用 因为酒精本身就是一个药 只是因为它是酒 所以大家觉得好像没什么 但是绝对不要忘记 就是你等于在吃一个 会影响你精神心智状态的东西 这个我觉得应该要有警觉 因为酒在低剂量的时候 就是酒精在量比较低的时候 它是兴奋的作用 但是你根本你也无法拿捏 它到什么程度会变成意志性的 就是酒醉就是你失去意识 就是因为你过了 就是你醉了 就是过了你的意识的欲止 你就变成意志 那这时候你就失去意识 那如果你处在一个危险的环境 就会发生危险的事情 即使周围是你认识的人 他就突然变成你不认识的人 做什么事情你不知道 所以你就让自己处在一个风险当中 所以在这边也跟各位同学讲 喝酒一定要很小心 就是不要因为大家聚会很高兴 甚至有一些人还劝酒这种 那种过去那种无聊 那种年代的那种文化 就是应该年轻人比较不会 只是说太嗨的时候 特别是有些酒 因为他胃口调得很好 你不知不觉喝很多 你又口渴把它当饮料喝 你不知不觉就喝醉了 那这个时候 就让自己处在一个危险的状态 当然我们今天不是在讲这个 我们要讲的是说 这些酒呢 如果你拿酒又跟你那一些药 混在一起吃的话 其实它就产生交互作用 就是会出现你无法预期的状况 我们过去讲说 很多人他想不开他自杀 他吃很多 吞很多安眠药 其实不会怎么样 因为他的安全性都很高 送到医院洗胃洗一洗就好了 可是如果他有喝酒 喝很多 那就情况就会不一样 所以就是要跟各位讲说 酒你要把它当作是一种药来看待 它绝对不是生活凉拌的饮料的概念 它其实是有药理作用的药品 好 那这个也很重要 跟大家讲 这个把药抹粉服用方便 效果快又好 对还是不对 有没有人要讲 要发表你的想法 没关系 有人讲话吗 还是我听错 没关系 我看时间的关系 那我也要跟各位讲的是说 各位如果去诊所看病 大概都 各位可能都拿过这种药包 就把它磨成粉 其实 请问你知不知道 那粉里面是什么东西 其实你不知道 你只能说你对这个诊所 百分之百的信任 它里面有没有磨错东西在里面 其实你知道吗 你当然不知道 所以这个是一个 漏习 或者是说 这个是一个 很值得商榷的问题 或者是各位如果去 小儿科的病房 或者老人照护中心 你大概看到每一个床旁边 都会有一个这个研波 那护理人员就会拼命地 在那边倒药 就是因为小孩子 或者是老人家吞咽 他没办法吞药的 他就会把它捣碎 那这样做是可以的吗 这样做其实是有非常多的问题 各位 我先跟各位讲 这个包药机 就是你前一个人包完的药 他绝对有残渣 会贡献给下一个人 所以当你吃药的时候 你吃的那一包药 其实你大概通常会吃到上一个人 残余下来的药 可能没有很多 但是多少有 然后你的药会贡献给下一个病人 除非这个诊所 一个病人走了 他就清理一下这个机器 大概全世界没有这样的诊所 我们会讲这个 是因为我们在医院里面 我们绝对不这样做 在也许十年前 就是这样做 因为医生叫你抹什么 你就抹什么 那个时候就是医生讲什么 好像很难去对抗 但是现在早上不是那个时代 你叫我磨 请你把证据拿出来 这个东西可以磨吗 各位知道 很多的药是不能磨的 那当你磨完以后 这个药其实已经失效了 或者它短暂的时间 释放所有的成分 你就是短时间内 就会吃到高剂量 其实反而有很大的副作用 那我们再讲有些药 比如说我们了解 以前有康德600 也许到你们这个年代 可能已经没有了 以前我们广告常常会出现 就是它里面就是 有很多的颗粒 那不同的颗粒 在不同的时间释放 它就变长效的药品 那各位看 每一个药呢 其实它都是这样子 好几层 那有一些做成 所谓的长绒膜医 什么叫长绒膜医 就是因为这个药呢 很多的药 各位知道我们的胃酸 非常的酸 PH1到2 非常非常酸 这个是我们身体 非常重要防卫的机制 所以你有些药吃下去 它在酸里面就被破坏了 所以呢 它要做成 它外面要包覆一层 这个膜 然后可以抵抗胃酸 然后到了12指肠以后 PH值慢慢上升 它才会释放出来 那如果这种药 你把它磨了 你一磨就把这个外面磨掉了 磨掉了以后 这个药吃下去 在胃里面就已经无效了 所以这种药 如果你把它一磨 你就等于白吃 所以你要 所以那个护理师 等于是把这个药 已经破坏掉了 那你以为你每天都在吃药 其实就是吃那些 药的残渣 完全无效 那还有一些药 很特别 它用雷射孔 吃到身体里以后 因为水分进去 它就会膨胀 膨胀以后就往外推 往外推就把这个药 慢慢地推 从这个雷射小孔推出来 所以各位知道 现在制药技术非常进步 那像这种药 你如果把它剥一半 或者把它磨 那你就是把它破坏掉 它就完全没有 这样子的功效 所以其实在临床治疗上 有很多的药 是不能随便乱磨的 它不能磨 或者你也不能拿来咬碎 所以这个就是 各位吃药的时候 一定要照建议的方式 来服药 这些都是 有一些是铁剂 或者是一些长效的止痛药 或者我们很多是 胃肠的酵素 或者是一些止蟹的 不是止蟹 就是那个 你便秘的时候 用的一些药 或者舌下定 这些都不可以磨碎或缴碎 再来就是 什么是交互作用呢 各位看一下 这个像一个皇历 皇历上都会写 什么东西跟什么东西 不能摆在一起 那这个是 某一个医院 奇美医院 他们发挥创意 把它当成皇历 在写 那这个 是好玩给各位看 就是其实我们很多的药 跟我们的食物之间 也是不能够随意的 去病用的 那我举例就是 各位知道那个葡萄柚枝 各位不晓得 有没有听过这个例子 就是有人 他只是因为 高血压的疾病 他喝了葡萄柚枝 就过世了 那这是真实发生的 在医学期刊上 发表的例子 那各位听了这个 不要就是不敢喝葡萄柚枝 没有那么严重 是因为这个病人 他有高血压 然后他 因为他一直就是 突然去喝了葡萄柚枝 就是喝的量够大 然后这个葡萄柚枝 刚好会抑制 我们肠胃道的酵素 所以这个药吃进去的时候 因为他代谢被抑制 所以吃一颗药 变成吃三颗药 所以他就变成是 overdose 过量的概念 那过量以后 因为他本来心脏 就有一些问题 然后加重了 他的心率不整 然后在治疗的过程中 就过世 这是国外的例子 举这个例子 只是跟各位讲说 食物也会有 严重的交互作用 所以要小心 所以这些交互作用 它很多 它不但 有一些严重的交互作用 甚至让这个药 都从市场上消失的例子都有 所以就是 跟大家讲这个意思 就是说 其实吃药的过程 有很多的风险 跟要注意的事情 所以当你 不要以为有一个药 你一般吃是很正常 可是它外加的因素 就像我刚才讲的 你喝了酒 或者你还有用 别的药的时候 你就应该多一个 想法 就是你要去问 专业的人 确认说 这样子的组合 会不会有问题 你只要多一点 这样的心思 你就多一份的安全 那各位如果要照顾 自己的长辈 也是这样的概念 好 那再问大家这个 药放在冰箱储存最好 对还是不对 那如果不对又为什么 有没有人要 说说看 来 同学请讲 你要用麦克风来 就是我觉得每个药品 它的原料都不同 所以说 它储存温度 应该是不一样的 这个原则很好 就是每个药的性质不一样 所以它本来就应该有 它不一样的储存条件 这个观念是对的 而且很聪明 因为它也没讲应该怎么储存 但是的确是这样子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要怎么储存 各位知道 因为药品等于就是一个化学的物质 所以我们学过化学就知道 你要引发化学反应 要透过哪些方式 其实你就给它水 对不对 让它湿 或者你加热 对不对 所以你只要加热 或者是用水 就是外加东西 它就会变质 所以我们只要避掉这些元素 就等于可以保存这些药品 所以它的原则其实很简单 就是避光避湿避热 你用光线 因为光线也是一种能量 它就会让化学物质 你只要有外来的这些能量 就会让它变质 你要把这些因素拿掉 就这个原则就很简单 但是刚才同学讲得很好 其实你也不用记这些原则 你就这个药品说明书 或者药师 发药给你的 教你怎么放 你就怎么放 你不要自作聪明 全部放冰箱 也不对 因为有些东西放冰箱 冰箱的湿度比较大 你反而会让这个药容易变质 所以就是不要 不要自作聪明 然后就是原则上 就是避光避湿避热 就是这样子 其实是很简单的道理 那这边讲到的是一些 错误样态 就比如说你把一些东西 放冰箱 放车上 或者放口袋 因为口袋 我们这个有体温 其实也会让这个药变质 所以你放口袋就没有 就等于给它温度 你给它体温 那也会让它变质 所以一样的道理 那特别不要放车上 夏天的时候 那个车内的温度 非常的高 或者比如说放在这个浴室 那个电影都演 这个浴室打开里面吃药 这个都是错误的示范 因为浴室里面的湿度 也是很大的 好 那药品保存也是一个 一个重点 那各位知道 有一个重点是 所有的药或者 大家吃的维他命 什么的上面都有保存期限 各位知道 那个保存期限 你开封以后 那个保存期限就已经变了 就不是那个保存期限了 你不要以为 那个保存期限 指的是你包装完整 你没有开封的状态之下 的保存期限 当你打开以后 保存期限就不是 那个保存期限了 这个观念一定要有 因为你打开以后 环境的状况 那就是无法控制了 因为谁知道你 拿药的习惯很差 你每拿一次污染一次 或者你根本都没盖好 谁知道 所以那个保存期限是 包装完整 没有开封下的保存期限 通常这个药开了以后 大概顶多就是一个月内 的期限 所以各位不要去买那种 一大桶的那个 维他命 去国外买那种 一千颗的维他命 除非你买回来马上分装 这样子才对 如果你用整桶这样子摆着 你就等着坏掉 因为你不可能每天吞很多 除非你是全家人 每天一个人吃好几颗 一下就吃完了 那另当别论 否则的话 通常买那种大包装 最后都是丢掉的下场 和您的电话